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四野无人的香港地方里面发生的 一月十六号 四十六岁男子 李靖屋村堕楼 判断为母可宜 八月六号 七十一岁男子 富安花园堕楼 判断为母可宜 八月九号 十四岁女子 游丽村堕楼 判断为母可宜 八月二十一号 四十四岁男子 深水波后行上吊 判断为母可宜 十月二十四号 七十二岁男子 大窝口堕楼 判断为母可宜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三十号 五十几岁男子小西湾 如历 判断为母可宜 母可宜 上山下山 数千钟母可宜 接报道场 走到迈向组调查一下 再走上车 你以为真的不用半个小时吗 你以为我们一间车比半个小时吗 发定工作时间是八小时四十五分钟 当中包括什么 回公司换衣服三分钟 更前分事十五分钟 坐车下了装备去PIRE 10分钟 上半间小息15分钟 接着坐车回公司吃饭又五分钟 吃饭时间多久 六十分钟 吃饭后坐车去PIRE 5分钟 下半间小息15分钟 坐车回公司下坡时五分钟 搅拌手尾给下一间10分钟 下坑前分試也是十五分鐘 然後交銀裝備五分鐘 收工換衣服三分鐘,賣錢 實際服務你們的時間是六個小時 就是我們每人每坑 最多可以判斷十二個人的死因 是無可疑的,可望的 還有,誰說我們發現死體之後 是不會搜證的,是不是? 近一點 深井有近三十隻動物墮樓 造成十五死 那天是二月十四情人節 我通頂,去搜證 我不是叫你撩開手機 看那宗新聞寫什麼 我是叫你走過來看看那些皺紋 我通完底有皺紋 你們一人買塊的搜證給我 我們這麼辛苦 你還不給我們手指 The best of an issue 開心了,我們下集再見,再見